YOUSH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這支影片的主角對於比較沒有在關注日本職棒的人來說 現在對他的第一個想法應該是 什麼?他竟然還在投嗎? 是的,這位在2010年 軟銀拿下208時期對上四本柱之翼的MVP投手 至今都還是日本職棒一線的強投 同時他也是著名的松阪世代中唯一僅存的現役選手 賽斯感謝這個美好的世代帶給日本職棒這麼多輝煌的歷史 今天來帶大家回顧一下這位 自然不是天才,卻有著能和他們比肩成績的強投的故事 影片開始前,先再次感謝SORGEAR贊助播出 在之前的影片中就有和大家介紹過這排的襪子 從上次到這段期間我真的也是很常穿他們家的襪子 不論是在下場比賽還是在日常生活中 SORGEAR的襪子我是認真覺得好穿 我自己是很會留手和腳汗的人 每次比完賽襪子基本一定是11整雙的 因為我自己也會在賽後換穿拖鞋 過去所穿的一般棒球襪在比賽結束後的味道 有時候連騎機車停紅燈都會聞到 不過SORGEAR的襪子採用了快乾彈性和Potimo的抗菌纖維 現在比完賽後連開車時都完全不會有異味 這點真的是我對他們家襪子最喜歡的部分 而先前到沖繩還有最近去夾子園的影片中 我在日本時也都有穿他們的襪子 大家也知道到日本自由行 基本每天都可能要走個一萬步 這時候有雙好襪子就真的很重要了 SORGEAR的襪子都有高達8mm的夾厚 還有針對左右角族形都有獨立設計的縫合製程 加上特殊的環形支撐系統 對於不論是運動還是長時間的走路 真的都有達到減緩疲勞的效果 現在起到7月11前 點擊下方的連結並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就能夠享有85折的優惠喔 何田毅 日文名 Wataziyoshi 1981年於三行線出生 149公分80公斤 是一名左頭左大的選手 守備位置是投手 20年的每日職棒生涯累積326場出賽 拿下115勝86敗 2075局的投球中送出了1886K 反應率是3.18 他是03年的新人王 拿過一次最佳九人和一次的金手套 是兩次的聖頭王和一次聖綠王的得主 還有一座的賽季人VP 何田的少年時期 是那個日本棒球還相當盛行的年代 同時他的父親也曾是一名在大學野球相當活躍的選手 所以何田他也和多數的孩童一樣 成為了熱愛棒球的少年 儘管他不是從小就展現過人天賦的天才選手 何田還是覺得棒球這項運動非常有趣 甚至還將自己的零用錢省下來買了一個鬧鐘 為的就是要讓自己每天都能準時到球場練習 到了他小學五年級時 何田一家從東北地區的三行線 搬到了父親的老家 日本中國地區的島根縣 隨後在高中時期 何田進到了冰田高校就讀 島根縣雖然是一個相較比較鄉下的地區 不過冰田高校在當地 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棒球強豪校 是曾培養出清水雅治和梨田昌校等致命監督的名校 何田在這個時期球技也有了顯著的成長 他在高二時成為了隊上的王牌投手 並帶領著冰田高校拿下甲子園縣大會的優勝 隨後在那年的甲子園出戰 對上石川雅龜所屬的秋田商業高校 那場比賽兩位王牌都投完了整場比賽 最後是很戲劇性的 石川在最後一個打席 從何田的手中選到了再見四壞寶宋 也結束了何田首次的甲子園之旅 隔年高三 何田再度帶領球隊闖進甲子園大會 並且一路打進到了八強才敗下陣來 當時在第三戰時 何田面對傳統強校地晶高校時 投出了一場相當精彩的玩頭勝 也留下了一個著名的傳說 當時何田的球速大約就125公里上下 但地晶的選手都表示看起來像只有150公里這麼快 而雖然在甲子園賽場上也取得了還算是不錯的成績 不過那年的甲子園整個焦點都放在松板大福身上 不只是松板 當時還有著新元祖 藤川球兒 山內俊齋等 那些在後來被稱作是松板世代的超強選手 何田在看了他們的投球之後 深深覺得和他們相比 自己的實力和天賦都遠遠不及他們 所以在高中畢業後 何田選擇進到了也是棒球名校的早稻田大學繼續磨練球技 在這個時期 何田也遇到了一位 還在校時就已經是球員兼教練身份的學長 土橋會秀 而這個相遇也可以說是改變了何田的整個棒球生涯 在進到早大沒多久之後 何田就聽從土橋的意見 嘗試了各種知識上的調整 從出手的角度 到腰和骨盆旋轉的方式 甚至投手前的前導手擺放的位置 都做了大幅度的改造 最終只用了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就把自己的球數從125公里左右 一口氣提升到了140公里以上 到了大二的一開始 何田就進到正選名單 並且有著投打俱佳的表現 不僅開始逐漸成為王牌投手 還扛下青類打線的任務 隨後這段期間何田不僅成為了對上的王牌 還刷新了江川卓在東京六大學野球聯盟中所創下的山陣記錄 四年間476次奪山陣的傲人記錄至今都還無人能打破 這也讓他獲得了找大田的Dr.K的稱號 他也曾帶領著早大在睽違52年之後再度達成春秋連霸 並開啟了往後早大野球部史上4連霸的霸業 何田在大學時期留下了62場出賽 拿下27勝13敗 防禦是1.35的超優異成績 如此的表現當然也讓何田早早就被職業球隊注意到 在當時還有所謂的自由獲得制的年代 這些大學生的動向可以說是相當受到關注 尤其是和何田並稱東京六大學Big 4的多田野素人 長田秀一郎還有土居龍泰等人 最終何田選擇進到了當時的福岡大榮英隊 大榮也給出了超高規格的禮遇 以簽約金1.5億日元 年薪1500萬日元的薪資將何田給簽下 而何田最終會選擇大榮的原因 是他還在猶豫要加入哪一隊好的時候 到了福岡巨蛋看了秋三星兒的隱退四合 在當下被整個球場和球迷的熱情給感動到了 他也希望在未來能夠成為如此受到球迷喜愛的選手 2003年球季 正好是大榮投手群一個大喚險的年代 剛進到職棒的何田也很快的在這次機會下 站穩了先發投手輪值的席位 雖然首次的登板先發是吞敗收場 不過下一場馬上調整到位 投出6局50分拿下勝投 再下一次的先發就投出一場丸頭玩風勝 整季投出了多達8次的丸頭 其中有兩場出玩風 新人年攪出了14勝5敗 範圍率3.38的超優質表現 也讓他成為了日子史上第8位全票獲選的新人王 而這年的大榮在整體投打居家的表現下 拿下了楊蓮優勝 在日本一大賽上 大榮阻止了板神18年來最有機會拿下日本一的一次 而在那個系列賽最關鍵的第七戰的先發投手 就是何田主投 他投出一場12分的丸頭勝 據他本人所說 當時那場比賽身為一個新人 在這麼重要的比賽先發登板 他真的是緊張到一個極致 關於那場比賽的前段 他是完全腦袋一片空白 拿了球就照捕手成島前被要求的丟 等到他回過神來已經是六局以後的事了 然後這樣一路投了一場完投勝 這個身體記憶的能力和精神力真的太可怕了 這年的何田在季賽和大賽上都有好表現的情況下 他在球季結束後獲得了超大幅度的加薪 年薪從1500萬日圓一口氣漲到了8000萬日圓 如此戲劇性的新人年開局 就也像是註定了何田這不平凡的棒球生涯 在這年的年底 何田還入選了亞錦賽的代表隊名單 他在對上韓國的比賽中 組投了5.1局50分拿下勝頭 不僅幫助日本隊拿下了賽會的第一名 也拿下了前進04年亞錦奧運的資格 2004年球季 何田算是小小進入了撞牆期 雖然整機還是拿下了10勝 但防禦率也上漲到了4.35 不過何田還是在這年的8月入選了亞錦奧運的代表 賽會上兩次的先發都是對上了加拿大 其中第二場還是關鍵的季軍戰 繳出了5局4兩分的好投 而兩場何田也都順利的拿下勝頭 為日本隊奪下奧運銅牌有著極大的貢獻 2005年球季 何田首度擔任球隊的開幕戰先發 並在那場比賽投出了7.2局50分的好投奪勝 後面的比賽也依舊展現他那強大的穩定性 整季再度拿下了12勝800反而率3.27的好成績 這已經是他連續三年都是超過10勝的表現了 2006年球季出 何田入選了第一屆今年賽的日本代表 不過他在賽會上只有在第二輪獲得了一場的初賽機會 回到賽季後何田再度繳出了超過10勝的成績 並且也是第一個賽季防禦力壓在了3以下 隔年的07年球季依舊表現穩定 何田在入團後連續5年達成了10勝以上的成績 上一個在軟銀隊時有過這項紀錄的 已經是45年前由上古神獸三浦中所寫下的了 08年球季 大家都在期待著何田能將這項紀錄延續下去 他也很快的在明星賽前就拿下了8勝 不過他在季中因為入選了北京奧運的代表隊 加上軟銀在這年的成績慘淡電敵的關係 最終何田在這年的勝場數也就只停在了8場 09年球季 何田第二度擔任球隊的開幕戰先發 並在那場比賽投出了14K的完封勝 同時也寫下當時陽聯史上開幕戰最多3勝的紀錄 在這之後也依舊維持著每場都能7局以上投球的穩定性 不過到了5月底的一場比賽 何田在4點1局的投球中就狂失了7分 在賽後才傳出原來是手肘有發炎的情況 一直休息到了9月才回到一軍陣容 最終整季只留下了近刀直棒以來最差的4勝5敗戰績 2010年球季 何田一甩去年受傷的陰霾 在球季的第三場先發就投出一場改寫自己最佳紀錄的15K完頭勝 還在交流戰期間一口氣拿下了5連勝 成為當時交流戰史上的勝頭王 整個賽季何田也刷新了自己的紀錄 以17勝8敗、防禦率3.14的成績拿下了該年的勝頭王 同時何田也獲得了賽季的最佳9人 以及拿下生涯手作的賽季MVP 而這年的阮銀在何田的帶領下 睽違7年再度拿下了楊蓮優勝 何田在季後的高潮系列賽上也完全展現MVP的身手 他在第二戰先發登板投出了13K的完頭勝 幫助阮銀在系列賽上再次要回領先 只可惜兩隊打到了決勝的第6戰 阮銀也把何田再壓上來救援 還是沒能逆轉比賽被羅德給完封了 2011年球季 何田依舊維持著他去年MVP的好身手 成績是再度拿下了16勝的成績 雖然沒有拿下任何投手的個人獎項 不過何田也將防禦率壓低到了只有1.51 相較以往有了超大幅度的成長 只是這年的成績 其實是在著名的統一球事件那年 實際上對於投手的壓制力是稍微有些失真的 我覺得對投手來說也是蠻可惜的啦 不是說何田不強還是被灌水 不過畢竟他在那年的陽聯防禦率不到2的先發投手中 三陣數是私人中最少的 而且還少了第一名的打比修超過100次 兩人的防禦率也只有相差不到0.1 被安打數甚至是何田還比較少 不可否認的何田的投球對於不彈球的相信是更好的 還和這些在球界對於何田的評價沒有太大的影響 而這年的阮銀再度拿下了陽聯優勝 何田也在高潮系列賽和日本益大賽上都攪出好成績 為阮銀拿下了睽違了8年的日本益有著極大的貢獻 球季結束後何田取得並行使了海外FA的資格 表明只要能擔任先發任何大聯盟球隊他都有加盟的意願 當時最早傳出對何田有興趣的是華盛頓國民隊 不過那時在美國球界因為有了錦川慶的失敗案例 普遍球評都認為何田在大聯盟頂多只能擔任中繼的任務 還好最後精英隊還是和何田簽下了一張兩年總額815萬美元的合約 並傳上了大學時期那象徵王牌的18號背號 不過何田在大聯盟的路走的是一點都不順遂 12年球季在順遜期間何田就感到手肘有違和感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檢查才診斷出是韌帶的損傷 並在7月時決定動Tommy John手術 隨後經過了將近半年的復健時間 何田在13年球季才在小聯盟3A有出賽機會 不過在初期小聯盟的成績也不是非常理想 就算後面的8場比賽講說了3勝1敗防禦力2.03的好成績 最終還是沒能獲得上到大聯盟的機會 兩年間完全沒有大聯盟的出賽紀錄 在球季結束後精英隊也任賠殺出執行了合約的選擇權 隨後何田和芝加哥小熊隊簽下了一年的小聯盟合約 和當時也在小熊隊打拚的藤川球兒成為了隊友 14年球季 何田雖然在春訓期間表現得不太理想 沒能擠進開季的40人名單 不過他很快的調整到位 3A的兩場先發投了13.1局只是1分的紀錄 還拿了該聯盟的週間MVP 隨後在一個雙重賽的比賽中 何田終於等到了首次的大聯盟先發機會 何田的大聯盟初登板投出了5局無私分的好表現 雖然最終無關勝敗 但也讓人對他後續的表現是相當有信心 在7月對上洛基隊的比賽中 何田投出一場7局11分的優質先發 拿下了到美國後的首勝 成績攪出了4勝4敗防禦率3.25的表現 算是蠻不錯的成績 在球季結束後也獲得小熊隊400萬美元年薪的續約 只不過何田在大聯盟的路真的是一波三折 他在2015年的春訓期間又傳出左大腿的傷勢 休養了一個多月回到球場後 又因為肩膀出現三角肌發炎的情況進到三兵名單 最終整機是只有7場的先發出賽 拿下一勝一敗防禦率是3.62 說實在何田只要有出賽表現是真的不差 當然就是真的太痛了 以至於小熊隊在球季結束後還是將他放進了DFN名單 這時候的何田認為他的身體狀況 還想要適應大聯盟的強度的話 是稍微有些超出他的極限了 所以他想趁著自己還算有能力的情況下 再度回到日本職棒不僅是暴打老東加軟銀 也是回饋給一直以來支持他的球迷們 16年球季 何田回到了熟悉的軟銀主場 穿上了他招牌的21號背號 他在明星賽前就攪出了9勝300的優質成績 雖然在球季尾聲再度出現手球疼痛的問題 但他整機也是攪出了15勝5敗防禦率3.04的好成績 以7×5的勝率拿下了該年度的勝率王 17年球季 何田生涯第四度擔任開幕戰的先發 並在那場比賽投出了8局11分的好投 不過只投了兩場比賽之後 一直困擾何田的手軸傷勢又再度出現 這讓他不得已在賽季中進行了手軸補次的清除手術 直到球季快結束前才回到一軍陣容 那時候的軟銀正處於一個爭冠的關鍵期 何田歸隊後的穩定表現 不僅讓他成為了日子史上第51位拿下1500K的投手 還成為了軟銀拿下楊年優勝的一大關鍵 不過到了隔年的18年球季 何田的左肩出現了診斷不出原因的傷勢 當時是嚴重到他連在早上起床時 想要用左手掀開被子都沒有辦法的程度 他曾表示過這個時期是他最煎熬的一段期間 因為這個傷勢不像之前動手術的復健會有個時間表 不會有著那種按課表訓練就會康復的期待感 不明的疼痛原因讓他在復健上感到有點絕望 還好在經過了將近一年半的期間 嘗試了各式各樣的復健方法 多到連他本人對於到底是怎麼康復的都不太清楚 最終在19年的交流戰期間 何田終於回到一軍的賽場上 在回歸的那場比賽登板時 何田受到了滿場球迷的歡呼 他也表示這是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場比賽 他心想原來還是有這麼多球迷支持並期待著他的出賽 而何田也在那場比賽攪出5局4兩分的好投 在那年的日本一大賽上 何田也在第四站擔任先發出賽 他投出了5局無私分的內容拿下勝投 不僅幫助阮銀以直弱勢的戰績拿下日本一的三連霸 也是繼何田的新人年以來 睽違了16年再度在日本一大賽上奪勝 真的對他來說是別具意義的一場比賽 20年和21年球季 何田在疫情影響下的球季 還是有著16場和18場的先發 完全讓人看不出這是個年滿40歲投手的表現 也展現出了何田在平時那極為強大的自我要求和訓練模式 2022年球季 已經年滿41歲的何田 可以明顯看得出他在近幾年的體力上已經不如以往 每次先發的投球局數大約就是只會投滿5局 不過除此之外何田可以說是絲毫沒有衰退 他甚至還以41歲的年紀 寫下自己最快球速149公里的紀錄 並改寫了由山浦中所保持的對死最多三陣的紀錄 他還在球季的最後一場先發 達成日值生涯150勝的里程碑 整計16場先發,角數7勝4敗,反應率2.78的成績 季後的高潮系列賽也在蘇不得的戰況下登板先發 投了4.1局只被打3隻安打 只可惜最終栽在了吉田正上的2分炮手下 軟硬的打線也遭到了壓制最終輸掉了比賽 今年的2023年球季 已經來到了42歲年紀的何田 還是不斷地在球場上寫下屬於他的紀錄 截止我做影片的這天,何田已經拿下了5勝 在交流戰期間還從巨人隊手中拿下了1勝 這讓他再度把交流戰勝投王的頭銜 再度從石川雅龜大叔手中搶了過來 這兩人誰會在退役前登上王座 也省了每年交流賽球迷津津樂道的話題 以上是何田球員生涯的簡介 我自己最初接觸到日本職棒的時期 大約是在05-06年左右 對當時的軟硬四本柱相當的有印象 何田亦也是在我玩實況野球時最愛用的投手之一 而如今他還能擠身聯盟中的一線強投 而且還能在超過40歲改寫自己的球數紀錄 真的是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而他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邊就要來向大家推薦一本好書 就是由何田亦本人所寫 在台灣由時報出版翻譯發行的 《練習拉近了我與天才的距離》 王牌左頭何田亦的野球魂 這本書的書名很有意思 雖然強調了練習的重要性 但書中的何田亦卻說到他認為 練習是不會背叛自己的這句話是有待商榷的 因為他認為應該要說 有效的練習才是不會背叛自己的 這種想法上的差異 我認為是何田之所以強大的一大原因 在今天的影片 前面的內容有不少都是出自這本自傳 裡面提到了許多就算不是棒球員也很受用的觀念 讀完會受到不少的啟發 也可以從書中看到何田從學生時期 一路到從大聯盟回來後的心路歷程和改變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何田說到 科卓他在日本時期 也是一個會有著所謂球場迷信的球員 像是置物櫃的手套、衣服、鞋子該怎麼擺 或是賽前不能吃炸物等等的迷信 這樣做才能在賽場上為自己帶來好運 但到了美國一趟之後他才驚覺 把注意力放在這些瑣事上其實是有點多餘了 讓自己專注在所謂的有效練習上才是最重要的 書中不斷強調就算沒有過人的天賦和優點 也能靠著練習和不斷摸索來強化自己 何田甚至認為自己的優點就是深知自己不比其他人優秀 當然最終他還是成為了一名偉大的投手 如果想要知道其他更多的細節 這本好書推薦給大家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